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玩意儿 我回自己家 也要挨你骂 我伸手把她扒拉到一边 推门进去 迎面看到我爸肖智杰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 杜小丽手忙脚乱地想要把我推出去 智杰 她是我同学 有点是找我肖智杰看见我 放下盘子 扬声说 楚阳 你回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杜小丽 小丽 这是我儿子楚阳 啊 杜小丽一脸的不能置信 可是 你姓肖 她姓楚 她随他妈姓震惊 羞愧 懊恼 悔恨 一瞬间 种种情绪在杜小丽眼中翻滚而过 她抢笑着 楚阳 没想到这要巧 你居然是智杰的儿子 我指着她 问我爸 这是什么意思 肖智杰伸手搂住杜小丽 嘿嘿 笑了下 我都五十多了 该找个伴了 小丽是我女朋友 也是你未来的小妈 哎 对了 今天又不是周末 你怎么回来了 我特么想回家 跟她说要前娶老婆 结果发现老婆变小妈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老头子当即翻脸 你妈走了那么多年 我一手把你拉扯大 现在找个伴 还得经过你同意 说得跟她多忠真似的 其实我妈活着的时候 她就乱搞 你找人我不管 但这个女人不行 为什么 我盯着杜小丽 你说 还是我说 迎着我爸的目光 杜小丽低下头 局促地扭着手指 楚阳是我同学 她曾经追求过我 靠 我头一次知道 杜小丽说话这么有水平 我追求过你不假 但我俩交往快两年 你怎么不说 这样啊 肖智杰笑得 带着几分得意 就是说 你没看上我儿子 却看上我了 杜小丽眼神复杂地 瞥了我一眼 没吱声 看到没 楚阳 别看你年轻 但在女人眼中 成熟稳重 事业有成的男人 才更有魅力 她紧紧搂着杜小丽 眼人都在乐 小丽 我说的对吧 杜小丽单大的笑笑 我实在没耐心 看这俩人在我面前秀恩爱 干脆直说了 爸 杜小丽是我前女友 肖智杰愣住 她跟我交往快两年了 学校的同学都知道 她到咱家公司实习 当你的总裁秘书 还是我给办的 杜小丽今天上午才跟我提的分手 说要嫁一个 身家几千万的老男人 没想到是你 爸 咱们好歹父子一场 你总不会想当我的继任吧 当晚 杜小丽是哭着跑走的 肖智杰冲我好一顿发脾气 我没管她 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 没想到回到学校 看见杜小丽在宿舍楼下等我 楚洋 我们谈谈 都分手了 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没好气 杜小丽家里条件不好 在认识我之前一直靠打工赚生活费 自从我们俩交往后 我怕她吃苦 不让她再去做兼职 她的学费 生活费 都由我来负担 平时生活中 大事小情都替她想到 连每月的卫生金 都提前帮她买好 她无数次靠在我怀里 说我是全天下对她最好的人 比她那种男情女的父母 对她都好 大四下学期 大家都开始实习找工作 她成绩平平 又没门路 只能去小公司 经常被老板开游 老板娘训斥 我心疼她受气 就把她介绍到我家公司 还特意让人事部长关照她 安排轻松的职位 怕她伤自尊 故意说是朋友家公司 找不到合适的人 请她去帮忙 人事部长看我面子 安排她到总裁办当实习秘书 结果这姐工作效率还挺高 没俩月就抱上了我爸的大腿 然后毫不留恋地踹了我 行 算你狠 这两年是我瞎了眼 阿阳 其实我提分手 是有苦衷的杜小丽过来 想了我的胳膊 被我甩开 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哥交了个女朋友 对方说如果要订婚 就得买套房 再拿三十万里金 我妈逼着让我出这些钱 我也没办法 你要是早说你是萧总的儿子 我也不会跟你提分手的 我冷笑 分都分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跟你爸结婚 都是为了我哥的彩礼钱 其实 我心里最爱的人 一直是你 如果你能拿出三百万 我也可以 不嫁你爸 他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冷笑 公司是我爸在经营 我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生活费 上哪去拿三百万 你马上就毕业了 可以到你家公司当个高管 以你家公司的规模 加上你是太子爷 年薪几百万 不是很正常吗 你太看得起我了 就算是进公司 也是从基层做起 年薪能有十万就不错了 杜小丽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哎呀 如果这样 那我只能嫁给你爸了 不过 就算我跟他结婚 我心里也是只有你 我们也可以经常见面的 我震惊 你是想嫁给肖志杰 花着他的钱 然后私底下继续跟我保持来往 他挽住我的胳膊 凑到我耳边低声说 我可以跟你爸吹吹风 让他早点把公司交给你 到时 所有的财产 还有我 都是你的了 我气笑了 杜小丽居然花着老的 睡着小的 他可真敢想啊 我推开他 早上你提分手的时候 我还想着 要挽回这段感情 我回家就是想找我爸要钱 然后去买房买车 迎娶你进门 结果呢 你居然跟我爸好上了 而且 当着老头子的面 都不敢承认我是你男朋友 现在竟还想父子通吃 杜小丽 你从哪儿看出 我有这么爱你 宁可乱伦也要跟你在一起 别说你婚后跟我偷情 就算你现在决定回头 我也不会再要你 我们俩 彻底完了 杜小丽的脸色 一下子难看起来 楚阳 你总说你多爱我 没想到都是骗人的 我冷笑 我说这话的时候 是挺爱你的 可面对一个为了钱 不惜跟老男人上床的女人 我实在爱不起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 你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杜小丽深吸口气 突然笑起来 行啊 既然你不想做我的情人 就等着做我儿子吧 我不会同意我爸 娶你的杜小丽笑得妖娆 就像电视里的奸飞 你爸可比你懂事多了 我在床上提任何要求 他都会答应 你呀 就等着乖乖喊我一声妈吧 不知道杜小丽用了什么手段 肖致杰明知道 她是我前女友 还继续跟她交往 甚至还公然同居了 我中落回家时 一进门就看到对面墙上 挂着她和杜小丽的亲密合照 那里原本挂的是我妈的照片 我气疯了 一脚踹开主卧门 肖致杰手忙脚乱的 拿被子捂住杜小丽 你你先出去 有什么可挡的 我他妈又不是没看过 我就问你 我妈的照片呢 肖致杰气急败坏 想要跳起来教训我 奈何身上没穿衣服 气势就差了一劫 在杂物间 我转身下楼 果然在杂物间 找到了我妈的照片 相况随随便便的扔在墙角 上面还搭了两块抹布 我把相况拿到客厅 用袖子仔细擦干净 这功夫 肖致杰和杜小丽 也穿好衣服出来了 谁把我妈照片拿下来的 肖致杰看我脸色难看 没敢提刚才踹门的事 楚阳 我跟小丽已经定好在六月底 举行婚礼 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挂张照片也没什么 你明知道她跟我好过 你还要娶她 你就不怕别人说 咱家父子乱伦 别人爱说什么 就让他们说去 老头子满不在乎 你和小丽只是谈过恋爱 又没结婚 唐玄宗当年娶杨玉环的时候 杨玉环还是她的媳妇呢 你跟她学 脏堂臭汉 那是什么光彩的事 人家是皇帝都不在乎 我在乎什么 反正我跟小丽彼此相爱 我就是要娶她 杜小丽凭啥爱你 难道是爱你一身老人胃 我嗤之以鼻 你要是没俩糟钱 她会跟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呢 杜小丽搂着肖智杰的胳膊 我是为了爱情 才跟你爸在一起的 智杰成熟温柔 事业有成 有着年轻男人没有的魅力 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 你这么喜欢我爸 干嘛还背着他去找我 肖智杰愣了一下 看向杜小丽 你去找楚洋啊 我没有 杜小丽哭得梨花带雨 楚洋是不想我俩在一起 故意冤枉我 我那么爱你 你居然不相信我 好 那我走好了 杜小丽做事要走 肖智杰连忙拉住她 搂在怀里 小丽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她转过头冲我咆哮 臭小子 我是你爸 我娶老婆 还轮不到你做主 你要是接受不了 你就滚出去 以后不用回来了 你生是疯了 为了这么个水星洋花的女人 要撵你儿子走 小丽现在是我的女人 我不许你这么说她 肖智杰操起 茶几上的烟灰缸 就扔向我 你给我滚 老子没你这个儿子 我跟肖智杰闹掰了 抱着我妈的相框 回到学校 一想到被亲生父亲和女友两个最亲近的人双双背叛 我就倍感心寒 临近毕业 我忙着论文答辩 加上也不想看到那两个人 一个月都没回家 没想到 还有更笃心的事 肖智杰把我的生活费给掐了 这钱是我妈以主中写明每月给我的款项 她有什么资格给我停了 我决定回家找她要个说法 肖智杰竟然把别墅的门锁密码换了 我砸了半天门 最后出来的是杜晓丽 她看着我 一脸得意 楚阳 你再闹也没有用 你爸现在都听我的 我觉得自己当初真是脑子进了水 看中这么一个女人 杜晓丽 看在我们曾经交往过的份上 我劝你一句 离开我爸 不然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杜晓丽轻扶着小腹 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告诉你句实话 我肚子里已经有你爸的孩子了 我一愣 感情这烂货 早就爬上我爸的床了 一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恶心 杜晓丽得意洋洋地说 你爸老来得子 可开心了 她说了 将来会把所有家业 都交给我生的孩子 你呀 就等着被赶出家门吧 我爸真这么说的 当然是真的 以后你也不要再伸手 管你爸要钱了 他不会给的 他答应我 每一分钱都留给我们的孩子 哈哈 想得挺美 我挑眉 你要不要先打听一下 我家公司到底在谁的名下 杜晓丽明显懵了 他抓住我的胳膊 楚阳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爸不是公司的老总吗 公司的管理者和所有者 未必是同一个人 这点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推开他 走进别墅 看见肖志杰正坐在客厅喝茶呢 他看见我 脸当时就沉下来 你又回来干嘛 爸 听说你的小情人 已经怀上你的孩子 你准备把咱家所有财产都留给他 有这事吗 肖志杰脸色当时就变了 他挂着假笑 没有的是小丽跟你开玩笑的 我觉得也不会 我大大咧咧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如果真的样的话 我就要考虑收回公司的管理权了 跟在我身后的杜小丽尖声问 志杰 公司不是你的吗 我敲着二郎腿 杨梅看着他 忘了告诉你 这家公司是我妈在世时创办的 她过世以后 由我继承 所以我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至于我爸 只是暂时 替我管理公司杜小丽的脸 控制不住地扭曲起来 也难怪 她明白自己当初放弃了什么 这会儿估计肠子都毁清了 杜小丽 你说过 你是为了爱情才跟我爸在一起的 有没有公司 都不会影响你们之间伟大的爱情吧 杜小丽此刻的表情比哭都难看 我爸也没好到哪儿去 他起身坐到我旁边 尴尬地笑着 楚阳 我们父子俩 用不着为了两句玩笑话 就闹成这样 你妈走得早 是爸爸费心费力地把你拉扯大 我容易吗 而且 你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我为了你一直单身 现在老了再找个伴 也不过分吧 这话说的 好像她为了我付出多少似的 我六岁那年 我妈抓到 她跟别的女人在床上 跟她离了婚 从那以后 我将近十年没见过她 我妈去世时 我还未成年 需要有监护人 这才找到她 刚开始她还不想管我 后来听说 我妈留下一个公司 和一栋别墅 这才麻留得找上门 这会儿 想拿父子亲情 道德绑架我 想都别想 我还是那句话 你找女人我不管 但不能找杜小丽 你们不要脸 我还要呢 如果你执意要娶 那你就退出公司 搬出这里 带着她爱去哪儿去哪儿 我话说得很重 肖智杰说她需要时间考虑 一周之后 她答应跟杜小丽分手 我到家的时候 杜小丽正在跟她哭闹 肖智杰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为你怀了孩子 你却不娶我 我真是瞎了眼才跟了你 小丽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在我心里 我儿子楚阳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你还年轻 将来还要嫁人 把这孩子打了吧 好 我现在就去打掉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们一刀两断 杜小丽大哭着离开 走的时候 还撞了一下我的肩膀 肖智杰看我进来 叹了口气 儿子 爸爸为了你 可是连晚年的幸福都不要了 真的假的 我坐下来 该不会是在我面前演戏吧 怎么会 肖智杰尴尬地捏捏眉心 老爸对你怎么样 你应该心里有数 当初你妈去世 是我又当爹又当妈的 把你带打克拉倒吧 当年他来这个家 第一件事就是接手公司 然后把我送去住校 连寒暑假都不让我回家 这六年 我们俩见面的次数 屈指可数 他要不是我亲爹 我早把他撵走了 他见我不以为然 想想自己之前做的 估计也有点不好意思 他倾渴两声 小杨 爸爸以前对你关心的少 是因为把精力都放在公司上 这是你妈留下的公司 要是在我手里经营不好 也对不起你妈不是 他这么说 我心里还舒服点 其实我妈在的时候 曾经跟我交代过 几个重要岗位上 他都安排了有能力 而且信得过的人 他让我大学期间 不用插手公司的事 全心放在学业上就行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呢 肖智杰叹了口气 那几个老家伙 仗着是公司老人 个个都不服管 对我的决定总是指手画脚 肖杨 我的意思是 等你过了22岁生日 就把手里的股权 转到爸的名下 我成为股东 他们就不敢阻挠了 我妈是肺癌去世的 她生前立过遗嘱 名下的所有财产 都有我继承 但在我年满下化现时 下化现岁前 不可以转让公司股份 大概是怕我年纪小 设事不深 让人给骗了 我的生日在6月末 还有不到一个月 我爸卡在这个时间点 跟我谈这个事 我不禁其 肖智杰见我犹豫 连忙说 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 到时你学业肯定忙 哪有时间雇公司这边 不如公司的业务交给爸 我帮你再撑三年 等你研究生毕业 我就把公司还给你 我们是亲父子 老爸不会坑你的 哼 那可不好说 之前为了杜晓丽 把我生活费都断了 那时候就没想到 我是你亲儿子 嘿嘿 老爸就是想历练你一下 明天 哦不 一会儿 我就把你的生活费补上 转让股份那事 你赶紧决定 老爸有个改革计划 如果能实施成功的话 公司利润至少翻一倍 你给老爸三年时间 我能把咱家公司 做成世界五百强 他这话纯属吹牛逼 不过 我读研之后 要跟着导师做项目 确实分不出精力管公司 这段时间 还得交给他管 如果之前 他说转让股份 我也许会答应 毕竟 他是这个世上 唯一跟我有血亲的人 但经过杜晓丽这事 我心里有点隔应 我留个心眼 找了个私家侦探 让他帮我查查 肖志杰和杜晓丽 还有没有联系 一周后 私家侦探回信了 他说 这几天 肖志杰和杜晓丽 没见过面 也没电话联系 看起来像是针断了 这段时间 我准备毕业答辩 忙得飞起 肖志杰找过我几回 我跟他说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就去办 6月22是你生日 到时毕业答辩也结束了 我们就那天去办吧 你知道我哪天生日 这些年 他就没给我过过生日 你是我儿子 我怎么会不记得 可是那天别可是了 其他事情先放在一边 我把材料准备好 你来了千个字 就可以忙你的去了 这是一天也不想等啊 我点头 行吧 6月20日 毕业庆典 我终于大学毕业了 肖志杰说他那天要开会 没来参加 典礼结束后 一个姓陆的律师找到我 楚阳 恭喜你大学毕业 我是你母亲生前指定的遗产执行律师 他有一些东西委托我在你大学毕业时交给你 当晚 我跟陆律师走了一趟 回来后 我又给四家侦探打了个电话 6月22日 肖志杰一大早就派车来接我 到了公司 他拿出已经准备好的股权转让协议 让我在上面签字 我拿着协议 不放心地问 爸 你确定等我研究生毕业 就把公司还给我 那还用说 我是你爸 肯定不会骗你 他把笔塞进我手里 我在协议上签下姓名和日期 刚签完 肖志杰就一把抢了过去 他端向着上面的字迹 哈哈大笑 好 这家公司终于姓肖了 我连忙说 爸 公司只是暂时转让给你 这是我妈的心血 你可不能给他改名啊 现在我才是公司的大股东 我说他姓啥就姓啥 肖志杰喊了一声 小丽 公司已经到手了 你出来吧 办公室的隔间门打开 杜小丽从里面走出来 他接过协议看了看 然后靠在肖志杰的身上昧笑着 老公 你可真有本事 现在 公司是我们的了 我看向杜小丽 一脸惊讶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肖志杰吃笑一声 我不说跟小丽分手 你会把公司转让给我 你们骗我 我气急 你骗我把公司转让给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还用问 肖志杰用看傻子的眼光看向我 以前我只是管理这家公司 就算是总裁 也只是领高薪的打工仔 现在好了 这家公司是我的了 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过几天 我就把这家公司的股份 卖个好价钱 然后拿着大笔资金 跟小丽一起移民到国外去 爸 这家公司是我妈的心血 你不能卖 而且你答应过我 三年之后要还给我的 我说你就信 肖志杰仰头大笑 杜小丽也在一旁抿着嘴 就你这智商 还想管理公司 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我愤怒到 肖志杰 你是我爸 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 坑自己儿子 你呀 根本就不是志杰的儿子 杜小丽摸着小腹 我肚子里的 才是志杰唯一的继承人 我嘶吼 不可能 你再胡说 肖志杰哼了一声 小丽没骗你 你不是我亲生的 你是我跟楚凤抱养的 我和楚凤结婚三年都没有孩子 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她又不孕症 后来才领养了你 我在外面找女人 就是因为 她生不出孩子 现在你懂了吧 我跟你之间 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以后你也不用再管我叫爸了 除非 你还想管我叫妈 杜小丽讥笑着 她从包里取出张请柬 三天后 我就要跟志杰举行婚礼 前男友家乖儿子 这是结婚请柬 欢迎你到时光临啊 杜小丽得意猖狂的样子 让我恨不得上去 抽她一嘴巴 你别得意的太早 肖志杰从年轻就乱搞 这些年 不知道跟多少女人上过床 举行婚礼有个屁用 除非扯证 不然 说不定哪天 她就把你甩了 到时候 你白被人睡不说 还得自己养私生子 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才叫一个惨 我的诅咒把杜小丽气坏了 志杰才不会那么对我 我们说好过几天就去领证 七 有本事你明天就去登记 三天后 婚礼上当众亮证 楚阳 你不用挑拨我和小丽的感情 肖志杰搂着杜小丽 明天一早 我就带小丽去登记 我会向她证明 她抛弃你 选择了我是正确的 你真的肯为了这个女人结婚 我赌气地说 你要是做得到 我现场送你们一份大礼 楚阳 你敢不敢打赌 杜小丽盯着我 如果我们真领了证 你就把那套别墅送给我们 别墅算什么 我送你们比别墅更贵的东西 一言为定 杜小丽眼中带着狠利 结婚那天 我会邀请同学来观礼 你要是说话不算数 就等着当众丢脸吧 你劈腿嫁给肖志杰都不怕丢脸 我怕什么 哦 对了 我最怕的是你和肖志杰没登记 你俩不所死 那多影响效果呀 三天 转眼就过去了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大场面 我就兴奋得不得了 杜小丽也是个狠人 把我们所有的共同朋友 都邀请到结婚现场 有几个关系好的哥们看见我 都围过来 楚阳 你怎么也来了 新郎新娘亲自给我下的请柬 邀请我来的 杜小丽也太狠了 上个月还看你俩在一起 怎么一转眼就跟个老男人结婚了 结就结吧 还给你下请柬 这就有点欺负人了 我笑笑 这都是小意思 看见那个老新郎没 那是我爸 一片静默 所有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毕竟前女友要当小妈这事 不太好安慰 仪式正式开始 不出所料 杜小丽果然把晒结婚证 放在流程里 主持人大声念着结婚证上的内容 登记时间是在前天 听到这儿 我就放心了 台上的杜小丽把目光投向我 我有个朋友说 如果我能晒出结婚证 她就要当场送我和智杰一份大礼 楚阳 现在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我冲她咧嘴一笑 拿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档案带上了台 爸 恭喜你老牛吃嫩草 娶了儿子的前女友当老婆 还老来得子 这话一出口 台下一片哗然 肖智杰脸上变了颜色 楚阳 你今天是来我婚礼故意捣乱的 我跟小丽已经是法律上的夫妻 你再阻止也没有用 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送你的这份礼物 保证是你想看到的 说完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纸 递到她面前 杜小丽正挽着肖智杰的胳膊 也跟着伸脖子一起看 看清纸上的内容后 她吓得花容失色 这是一份检查报告 有些泛黄的纸上 清楚地写着 肖智杰患有不育症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真的 肖智杰瞪着我 小丽已经怀上我的孩子 你这东西肯定是假的 你恨我抢了你的公司 所以故意找人做的 对不对 我提醒她 你仔细看谈上面的医院印章 还有具体日期 是不是你当年跟我妈 去做检查的时间和地点 肖智杰握着报告的手在抖 你是从哪弄来的这东西 前几天 我妈生前指定的律师找到我 把我妈留下的一些东西交给我 这份报告就在其中 其实 当初有不育症的是你 不是我妈 但她为了给你保留男人的尊严 才故意把问题揽在自己身上 不能生育后 就在外面乱来 甚至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 被我妈堵在床上 这才离了婚 她知道你喜欢孩子 就领养了我 没想到 你听说她肖智杰 你以为外面的女人可以给你生孩子 其实你这辈子 根本就不会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我指了指杜晓丽的肚子 这里面的 也不是肖智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好一会儿 目光上移 平在杜晓丽脸上 她颤声问 这个孩子是谁的 是你的 当然是你的 杜晓丽奸生说 楚阳 你个傻逼 你极度我跟你爸好上 抢了你妈留下的公司和财产 所以故意陷害我对不对 我吃笑 除了我和肖智杰外 你还跟谁睡过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不是我 肖智杰又不能生 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智杰 你听我说 孩子就是你的 楚阳在瞎说 臭娘们 你还骗我 肖智杰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这份报告是二十多年前的 当时只有我和楚阳她妈知道这事 楚阳那时还没出生 她上哪知道那么多 肖智杰的目光转向我 这孩子是你的 不是 我断然否认 她那两个月说 实习单位忙 回来很晚 加上我忙着毕业论文 根本就没在一起过 除了你 还有别人 在婚礼上 发现自己头顶绿油油 肖智杰怒不可遏 对着杜晓丽 又是狠狠的一巴掌 你个贱女人 跟别人都有孩子了 还爬上我的床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就想 以孩子为借口 让我娶你 将来让一种 继承我的家产 事已至此 所有的解释 都没有意义了 杜晓丽一把扯下头杀 对 我就是为了钱 要不然 我怎么会嫁你个糟老头子 消枝节气的直哆嗦 你想的美 我明天 不 就现在 我要去民政局 跟你离婚 晚了 老东西 杜晓丽嘲笑道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们已经是 法律上的合法夫妻 就算离婚 你的财产也要分我一半 哈哈 这时 我插上一句 说到财产 两位稍等 我还有第二份大礼 要送给你们 我从手提包里 又拿出一份文件 我妈留下遗嘱 让我满22岁以后 才能转让公司股份和房产 前几天我签 转让股份协议的时候 还不满22岁 所以那份协议无效 现在你们离婚 名下应该没什么财产好分的 肖智杰大声说 不可能 杜晓丽说 你的生日是6月22 杜晓丽也急了 去年我陪你过生日那天 明明是6月22 我不可能记错的 我从小到大 都是过农历生日 也就是农历5月20 去年的5月20 的确是在公历6月22日 可惜 你只陪我过过一个生日 如果你在人两个月 陪我过完今年生日 就知道不是同一天了 我掏出身份证 我公历生日是6月25日 也就是今天 好巧 跟你们的结婚日期是同一天 肖智杰和杜晓丽都脸如死灰 好半天 肖智杰先反应过来 她指着杜晓丽哈哈大笑 死娘们 让你骗我 现在协议失效 我名下什么也没有 你失望了吧 你是不是老年痴呆 脑子坏掉了 杜晓丽大声骂 我们都被这小子耍了 钱都没了 你还笑 是你一分钱也没得涨 我好歹还是这小子的养父 从法律上讲 他有赡养我的义务 不是吧 我又翻出一份文件 你跟我妈离婚的时候 嫌弃我是个累赘 不但不要我的抚养权 甚至解除了跟我的领养关系 所以 我们现在什么关系也没有 肖智杰拿着那份 解除领养关系的文件 手抖得向德帕金森 肖阳 好歹我们父子一场 你妈走后 我也照顾了你那些年 你不会一点也不念旧情吧 不好意思 我们之间真没啥感情 我就不念了吧 肖智杰盯着我 嘴唇抖着 好像要说什么 又堵在那里说不出来 随后 整个身体也跟着抖起来 整个人就像深秋的残液 摇摆不定 最终 轰然倒下 肖智杰受刺激过度 急性脑梗死发作 送医院抢救后 人是活过来了 但留下半身不随的后遗症 杜晓丽肚里的孩子 是前面实习公司老板的 她找到那个小公司老板 想要些补偿 却被老板娘雇人打了一顿 胎儿也流产了 杜晓丽回娘家休养 却被父母和哥哥骂没用 说她嫁了人 却没给家里带来一丁点好处 没多久就被赶了出来 她找到肖智杰想要离婚 可肖智杰不肯 就要跟她耗着 杜晓丽气得没法 整天对肖智杰又打又骂 各种折磨她 可即使这样 肖智杰也不离 这俩人算是彻底所死了 我继承了我妈留下的公司股份 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 每周我固定有三个下午 去公司处理文件 其他时间在学校读研 忙得团团转 好在我妈当年 留下的几位部门经理 都很支持我 他们各司其职 替我分担了很多 这天 我坐在总裁办公室里 望着对面墙上 我妈的大相片 妈 等我研究生毕业 就把学到的最新技术 引进公司 到时候 壮大处事的理想 我一定会帮您实现 午后的阳光中 我与母亲相视而笑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